那今天的話等於是第十二次上課 實體上課 那下個禮拜應該是實體上課最後一次 在下個禮拜就已經期末考了 那期末考那一週 原則上我們沒有要上課 就是給大家做期末的專題報告 那報告的內容 主軸就是爬蟲跟繪圖 這兩個重點 所以你就是找一個你有興趣的資料來源 當然你可以從政府的開放平台 有沒有 那當然抓起來CSV應該是很簡單 你用CreativeTable物件 應該蠻簡單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我介紹的 上禮拜有介紹的那一個 我們是從第四個單元裡面 找到IE物件 這邊裡面有那個Parch 那我是用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它資料這個真的還蠻好當成範例的 因為它其實它不是CSV 它是一個網站 那這個背後的話 其實用的技術 我再猜 這個它用的技術應該是JSP 就是Java的技術 OK 然後背後有資料庫 不過資料庫我不確定是什麼 因為它是沒辦法看出來 那也有可能是像MySQL之類的 不過購物會... MySQL不用錢 所以我在想說 會不會用Oracle也有可能 反正就是資料庫就對了 那實際上呢 我為什麼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實際上就是透過 它寫了一個Java的程式 去幫你抓取它背後的資料庫 秀在網頁上而已 OK 那這個過程就是說 你就是直接從這個裡面資料 你就下條件給它 那比如說我怎麼下條件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一般叫UI 使用者介面是User Interface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UX UX就是使用者的體驗 這個體驗其實以這個網頁來看 是非常差的 什麼叫做非常差 因為實在是做得讓人家覺得 摸不著頭緒 以一個不是很熟悉這個網站的人 你說那你怎麼取資料 我講過了 我後來幫各位把它分成三塊 不是應該兩塊 一塊就時間嘛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是抓這個高中的舉例 我們不要 因為79年之後太多了 所以我把時間稍微往後推 推到111年的1月有沒有 到這個最近的一個月分 那週期的話建議是用月啦 當然你也可以用年 記得不要用月寒年 因為月寒年的話 它的資料很怪 有月 然後又有年 所以你現在畫出折線圖 會突然好像很低 一下很高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突然有一個年的資料 在那邊 那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怪 OK 所以你要不就是取年 要不就是取月 那我們上個禮拜練習是取年嘛 OK 所以其實它這個UX很爛 但是沒關係 我們自己知道它什麼意思啦 還好它因為它工程師 我以前當過工程師 所以我知道它工程師是想法 所以我可以理解它 所以沒關係 雖然它UX真的太糟糕了 沒關係 但是我懂它 OK 所以工程師跟工程師之間可以溝通 OK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要學的 你不用學得很厲害 至少你要懂工程師在想什麼就好了 以後的話你要做一些 程式理解你會比較方便一些 OK 那不一定說每個人 一下把程式學得很好 所以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欄位部分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一塊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 將來會出現在表格的最左邊 其實就是第一列的資料 OK 一般我們叫Key 就是它的ID 它的編號之類的 我們用時間當成它的編號 第二個就是它的 從第二欄開始 你要取幾欄 比如說我取超速 有沒有 酒駕 然後還要取什麼 取那個 未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有沒有這幾個 那我自己習慣 因為我自己個人 我真的是很討厭 像人家什麼 任意變換車道 太恐怖了 每次都被嚇到 OK 像我老婆很緊張 每次 他比我更緊張 每次 其實我不是被車子嚇到 我是被我老婆嚇到 他就尖叫一聲 我想說怎麼了 靠太近了 我怕 我老婆嚇到 所以這個當然 不過當然 這慢慢我覺得 交通問題真的蠻大的 需要慢慢改善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面 抓到我要的資料 比如說這四個 好像上禮拜這樣 所以一是時間 等於是第一欄 再取另外有四欄 所以我們總共五欄 弄成一個表格 OK 所以你把它按查詢 你會發現這個表格就出現了 他說什麼 網頁訊息太多 怎麼會這樣 看我好像沒有 這邊有設定這個 1234 其他應該沒有吧 該不會因為我們太多人 去搜尋他的網站 被當黑名單吧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就是設定了幾個 包含時間 這邊記得是月 然後其他 這個總計不要 其他的話 就是把我們需要的欄位打勾 然後你按一下查詢之後 它會出現我們要的結果 有了 OK 那當然 背後其實你說怎麼運行的 那實際上 就是透過上面這邊一堆參數 有沒有 它從這個JSB程式後面問號 問號後面就是參數 參數 那參數什麼等於什麼 有沒有 這一對 至於說裡面是什麼 如果你們可以猜得出是什麼的話 以後甚至也不用它的操作介面 你直接從上面去下參數給它 一樣可以得到你要的資料了 OK 不過我發現這個參數好像不太好去抓 好 那沒關係 它有介面 我們用介面好了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剛剛這個第一欄其實就是上方的時間 然後其他欄就這些 當然你也可以去找其他的資料 去做一些統計分析 我是覺得光這個網站應該是做不完了 比如說像其他 像鐵道 我滿感興趣的 比如像台鐵 比如說有什麼自強號 舉光號 還有像區間車 那它最近的運量有沒有增加 我覺得其實上面都有 還有像高鐵好了 高鐵的運量這裡面有沒有 如果我想知道說高鐵哪一個 進出站人士是最多的 那這邊其實也有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其實可以切 像高鐵好了 那高鐵呢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總共有應該有12站 從南港一直到左營 那進出站人士 其實進站跟出站應該有進就有出 剛才用進站人士當統計 那如果我想知道就是說 到底哪一個站 他的進站人數最多 然後其次是哪一個 比如我想要排序 相反的哪一些站的人是最少的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在那邊選一下 那比如說近三年好了 比如說從疫後好了 然後可能110年的一月之後 一直到三月 然後一樣一月份來統計 那你按個查詢 那這個我想藍數 因為12個總計不要好了 12站通通打勾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又有一個表格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表格抓下來 做一些繪圖的動作有沒有 那上個禮拜我們實際上 是有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高速公路我記得 然後另外還有地震去畫圖 但是爬蟲的部分我們好像沒有講 所以爬蟲部分的話就是今天的重點 那難度真的是比較高 所以請各位先把上個星期的這個資料 先試著做做做看 但是剛剛講的這個資料 表格你會發現 難度其實我覺得要爬真的還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待會的話我想說 我們先換一個資料來爬好了 我覺得之前大樂透有沒有 還記得吧 大樂透這個網址 那其實它也是個表格啦 不過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之前大樂透我們表格 可以不用IE物件爬 然後我們好像用一個query table來爬就成功 就OK了 那為什麼你這一次 乾脆直接用query table爬就好了 跟各位講就是不行 因為query table有一些限制 哪些限制呢 其實它最大的限制就是 只要你的表格是table OK 所以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在表格的左上角 這邊日期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它的右邊會跳出它的原始碼 也就是HTML 那將來如果你要學會爬蟲 而且是爬表格資料的話 那你至少要知道幾個標籤 第一個的話就是叫table 有沒有 小於符號開頭 後面是table 第一個 也就是說它的表格從這邊開始 那結束的話會多一個斜線 所以你可以收折 比如說收折怎麼收折 這邊點一下 這邊箭頭按一下有沒有 它的頭在這邊 它的尾巴的話應該在底下 OK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你收起來的話 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裡面點點點就是它裡面的程式 它的標籤 那你把它展開的話有沒有 就這一塊 那底下的話再來 這個T8D不知道沒關係 再來下一個的話TR TR的話就是什麼呢 table row R的話就row 意思就是說表格裡面的哪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可以收折 有沒有 TR頭在這裡尾巴 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TR 指的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這一列的意思 所以你說那下一列呢 下一列也是下一個TR 有沒有 所以你放在下一個TR 下一個TR 它就一列一列的 所以你第二個一定要知道的標籤名稱 就叫TR 第三個你一定要知道的叫TD TD的話其實是什麼呢 應該可以猜出來 就是儲存格 一格一格 所以這裡面有四個格子 意思就是說下方一定會有四個TD 所以這邊一個TD對不對 如果你往下捲動 這個下一下 你可以 當然你說老師這個實在看得很辛苦 沒辦法 你如果要真的學會爬蟲 可能第一個你一定要了解這些標籤 不然的話你要爬 你怎麼爬 沒辦法 因為你要跟它溝通有沒有 你不能說我要看到的 它沒辦法 你一定要跟它講說我要哪個標籤裡面的資料 它就幫你把裡面的資料 幫你把它爬回來 所以我們有一個table對不對 然後在TR 比如第一列的話裡面有TD TD裡面的資料叫Innertest 就這個日期 有沒有就這幾個字 我要的就是這兩個字 所以就是這個TD裡面的Innertest 幫我把它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你還要告訴它說 那你要放在你的Excel的哪一個儲存格 那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我們會需要學會一個敘述方法 叫Sales 有沒有 Sales Sales值得就是哪個字 瓜糊哪一列哪一欄 你就把這個資料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放 這樣就可以把全部資料 通通都倒到我們的Excel裡面了 所以待會的話也許我們練習一下 假如我希望不要用Cretable 所以之前做的那個方法可能就不要 我們之前是用這個 因為Cretable其實也OK 但是我希望換一下 我希望把它改成用IE物件好了 IE物件怎麼做 其實我好像有把寫好的程式 把它先貼過來了 在這邊 改用IE物件 擷取它網頁上的HTML HTML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HTML 那我只要知道Table 而且Table在這個HTML裡面 它還有分第幾個 你要跟他講第幾個 好像之前我們查過好像第五個 我記得 所以我們要填入五 至於怎麼查 我之前有講過我就不贅述了 第五個 所以我把第五個先抓回來 然後再把它裡面的TR一列一列的解析 然後再把TR裡面的TD再解析 放在儲存格裡面 就是我們爬蟲程式的撰寫方式 那所以寫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是 這邊就有沒有 就第二個下面這裡 所以我看看 就這一段 所以下方的這一段程式 我先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貼一下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現在那個 等一下我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回業部好了 然後如果要貼的話一樣 就要先把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Videobase把它打開 然後把程式加在那個模組裡面 那加哪個模組呢 加在這個新的回業部嘛 這裡面這一個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我先把它貼上好了 我先把它剛剛那個程式貼上 我先亂亂看好了 理會上應該就可以把這一頁爬下來 試一下 執行 OK 那有沒有看到 這一頁 這個時間是多少 2024的5月21嘛 禮拜二號碼 沒錯 而且我發現 用IE爬下來的 比那個之前用Critable爬 好像有一些優點 就是它沒有很多的空白例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刪除那些空白例了 有沒有 不是有一堆的只有那個頭沒有後面資料 我們有把它刪除 這個沒有 所以這個沒有的話 會不會比較OK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並且 可能就是先開一個新的回業部好了 先開一個回業部 那待會我們來講一下 如何把這個 大樂透資料 把它按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把它爬下來 試試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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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